台積電的部分來說的話 其實我們在昨天的時候 盤中的解析的時候 也有提醒大家說 那個台積電 那要注意一下這個587塊的這一個 就是有點像頸線的這個位置 那今天的話 也依然是有這樣的現象 那今天的話看起來一早的時候 台積電也相對強勢 那台積電甚至今天早上的時候 有比較主要大漲這樣的現象 可是尾盤的時候 也是依然去做收跌 收在就是相對平盤 這個上下去做一個收盤 那如果以台積電的這樣一個角度來說 的時候 我還是要提醒大家一個問題 叫做是 如果我們看一下 這是台積電的K線 那如果從1月開始 然後從1月到創高 到679元的這個價位的時候 那甚至到了2月 有到這個587元的這個相對低點 然後一直到3月的時候 有到這種所謂盤整 這樣的地方來說的時候 他已經有漸漸的 我說漸漸的去形成了一個 大家比較不想要看到的 叫做是M頭的這樣子一個 的情形 那我覺得台積電的好 應該是說大家都知道他有多好了 那每一次連線 我覺得那個還是有 原本我們想要了解 台積電後續的看法 那不過我的看法 我覺得還是一樣 跟大家提醒 就是這個時間點 比方說呢 看到上禮拜的台積電的股東人數 又再創下了歷史新高 到94萬人了 然後甚至呢 我們看得到的像是台積電的外資 是依然在去做賣鈔的這樣一個現象 所以這時間點依然是屬於外資賣 然後閃戶樂觀 那就是黑手不得不去 在這個地方去做護盤的 這樣一個時間點 所以台積電的看法 我覺得是依然是 就是屬於一個震盪整理的一個現象 那也因為台積電的震盪整理的 這樣子一個過程的時候啊 那也代表著說 現在目前的指數 也會受到台積電的這樣子的壓抑 而造成了 就大盤價錢指數的 這樣一個壓抑的 這樣的現象發生 所以這是台積電 現在目前我們遇到的問題 那679元的地方的話 就是他今年的接近30倍的 歷史本益比的這個高點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 如果台積電後續沒有更多 的利多出來的時候啊 那可能恐怕就在這邊去做 繼續整理的這樣的一個現象發生了 好 所以看起來恐怕這個600元 今天看起來 還是沒有辦法來穩住 那另外還有關注聯發科 對 聯發科 剛剛老師也說 今天要特別來聊一下 好的 因為如果我們看到 今天的聯發科的話 在報紙的頭版頭條啊 有看到說 聯發科5G衝鋒 那最貴的晶片要來囉 因為他那支天基2000的晶片 就是準備要來做上市了 那確實這個時間點的聯發科 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那原因是因為 聯發科已經是站穩了 5G在中國大陸那邊的晶片的龍頭了 那可是 可是也是問題一樣哦 就是 聯發科這個時候確實是很棒的 這樣的聯發科 那甚至是法人預估他的獲利 EPS都有到 比方說到接近差不多 接近40塊左右 我看普遍的研究報告的共識 都是這樣子 那如果以聯發科 那個40塊的獲利 然後隨便去 乘個25倍的本益比的話 其實我們就可以看到 聯發科1000塊 其實應該算是蠻簡單的 蠻輕鬆的 可是為什麼上次聯發科 再碰到了1000塊之後啊 就有一個回檔的過程 那原因還是因為 最近的半導體跟科技股 這樣子一個回檔的過程中 讓聯發科 必須要先稍微先壓低一下 蹲提一下 然後等待後續的回穩之後 再去做網上 去做上工的這樣子一個格局 所以即使是我們看到 頭版頭條什麼天璣2000啦 或者是說 對於5G的晶片 像是什麼 OPPO Vivo 像小米啊 他們都說要去採用 然後甚至說是這個是最貴的 最貴的晶片 因為之前大概 報價只有 幾十塊美元 這樣子一個 一顆單晶片 那可是現在的話 竟然可以喊到 到接近100塊 那不過呢 這樣其實 聯發科目前的行情的話 我覺得還是需要去做整理 然後 如果我們單看聯發科的話 比較沒有這樣的感覺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下一張投影片 是 其實我昨天也有講到 就是高通 那如果把這檔個股 把它遮起來的時候啊 會想說 怎麼會有這麼樣的弱勢的股票啊 那因為這檔弱勢股票的話 其實他跟聯發科 剛好是競爭對手 那聯發科的話 也是一樣全球5G的龍頭大廠 那甚至呢 他在 全球的市場來說的話 也都是跟 聯發科甚至並駕齊去 甚至領先聯發科 那聯發科的話 在中國當中是領先的 這樣的狀況 那可是如果看聯發科 像現在 目前這張投影片的話 是高通 那高通 他現在目前的線型是 已經是跌破了月線 還有跌破了季線的 這樣的一個位置 當然他月線這邊去做整理 所以這是現在目前的半導體的一個 比較大 比較大的問題的現象發生 那甚至我們再看下一張投影片 就是 納薩克的這樣的指數啊 也是 這目前看起來是比較偏弱的 這樣的狀況 所以如果依然在所有的 月線和季線之間 去做整理的話 那前一陣子跌破的季線 好不容易爬上來到月季線之間 來做震盪的時候 一天沾上去 一天跌下來 那這時間點 如果以全球的科技的大廠 包括我們剛剛看到的是高通 那如果我們再去看一下 像什麼什麼特斯拉 Apple 這些Amazon 這些相關的龍頭的 科技股的話 都是屬於一個 震盪整理的格局的時候 那我相信 在全球的資金 是這麼樣的有流動性 或者是有這麼樣的效率的 這樣狀況的時候啊 那台股的電子股 要去說去獨牆 我認為還是相對難一些 所以這個是現在目前 我認為就是 在大方向來說 那全值的電子 必須要再去做整理 這樣子一個現象 那也因為 全值龍頭都去做了整理 所以讓現在目前的 大阪的加權指數 也在這邊去做一個整理 這樣的行情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 所有的 所有的 就是包含看個股 看龍頭 然後看指數 都可以用這樣子一個 很完整的觀念 把它串起來 這樣的一個現象 好 所以看起來還是有點震盪了 像是聯發科 今天也是開高走低嘛 甚至大量賣單 最後是收在870塊錢 但是再來看到的是 電動車的題材 還是持續發酵 最近大家關注鴻海 鴻海今天其實一開始也是蠻強勢的 對 確實是 那因為其實鴻海的話 我要講鴻海 其實我們之前 也跟大家說過很多次了 就是說 因為其實鴻海它的好啊 是 大家不知道 恐怕還沒有知道它有多好的 那原因是因為 對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說的 像是 聯發科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 它今年可能可以賺到 40塊的一個獲利 然後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叫台積電 那它去年賺20 然後今年的話 因為產能蠻窄 所以今年的話可以成長15% 到23塊的這樣這個EPS 然後甚至像是聯電 也是一樣哦 那聯電的話 今年的獲利大概也說 外資圈 法人圈也都顧到 差不多3塊錢左右 有 我們現在有觀眾在線上說 他聯電今天賺了1萬5 恭喜就會元寶 對 恭喜元寶 那不過呢 如果就這些 這些相關的半導體族群 他們因為 就是獲利都很好 然後趨勢都很好 可是這些好叫做是 大家都知道的好的時候啊 那他們的整理時間 恐怕就會稍微 那個稍微來的拖的久一點點 那可是剛剛雅婷講到的是 2317的鴻海的時候 我覺得鴻海就不一樣了 因為鴻海 他之前確實是 大家都知道的好 因為他之前就在代工Apple 那可是他今年 就是他從今年開始 劉安偉董事長他喊說 他毛利率要去挑戰10% 那就有一個問題哦 就是說 如果只是單單的 所謂的Apple的代工的時候啊 怎麼可能有所謂的 毛利率10%的 這樣的一個數字 那當然原因是因為 鴻海他要去做另外一個轉型了 他要去做 剛剛雅婷有講到的是電動車的部分 所以如果在鴻海 能夠去成功的轉型到電動車的 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啊 我們看到的現象叫做他一步 一步正在走向他這樣子一個 一個轉型的階段 甚至他成立了這個MIH的平台 然後在明後 後天就準備要開第一次的 就是所謂的會員大會了 那他在短短的時間 就集結了1000家的公司們 都加入他這個MIH的平台 然後甚至呢 鴻海他的一個就是泛鴻海集團 旗下的一些相關的個股啊 也都有這樣的一個聲音 就是那個像剛剛看到的 像什麼什麼廣宇啦 像是那個看到像 浦城是已經漲多了 那甚至講以盛啦 這些相關的個股 他們都有一些 轉型的這樣子一個過程 跟轉型的這樣子一個調整 所以這個時間的鴻海 反而是大家比較難去預估 他未來會走到哪裡的鴻海 那但是不管走到哪裡 他都會是一個趨勢向上 趨勢往前走的這樣一個鴻海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報紙也喊說 有一家外資啊 把那個鴻海的目標價 喊到了235塊的這個目標價 那這個我覺得是 就是因為我有看這篇報告 那這篇報告 他其實講的我覺得還蠻中肯的 只是我們在新聞的上面看到 都是那種最樂觀的情境 因為他在講的是用17倍 的本益比去估算 今年的鴻海的獲利 可以到168塊 那如果用更樂觀的情境 就是說如果 比方說行情大好 或者是說 鴻海有一個更明確超前的 這樣子一個部署 或者超前的一個轉型的時候啊 才會到235 那結果沒想到呢 就是那個 就是我們的報紙就直接喊說 235 不過如果就這個時間點來說的話 我還是回歸到剛剛前面所說的 這時間點 這時間點好的鴻海 叫做是 市場上面都在預估 他有多好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的時候啊 我們看到的是 前面幾檔的半導體 都在做整理 可是今天的鴻海的話 還能夠再去做創高 那當然他今天雖然是開高走低 不過也算是創下了波段的新高 到134.5元的這樣一個價位了 對 所以如果以鴻海來說的時候 我覺得他的後市 依然是 更健康更樂觀 那如果在創高的過程中 比如說拉回手穩的時候啊 我覺得投資朋友 也可以不妨 就是拉回手穩的過程中 去 有興趣去買鴻海的話 可以去做這樣 這檔個股的一個 就是波段的操作 子於是 對 我感覺來